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路总 别闹 第十七集,追七火葬场,谁不想看啊 录一回了,2601,今夏急忙跑进洗手间喘气 这一口气,快憋死他了,脸上阵阵灼热感 水龙头的水哗啦啦地流 过了一会,脸上的灼热感终于减弱了不少 看着镜子里挂满水珠的脸颊 今夏莫名想到和路易脸颊贴在一起的画面 他记得那一刻 呼吸好像停止了,但心跳没有停止,反而再加快 现在回味起来,那一刻的触感也随之而来 他温热的脸颊带着丝丝凉意 肌肤细腻光滑,还有点弹性 脸上的灼热感又回升 今夏拍打自己的脸颊,防止自己在胡思乱想 同时,水龙头的水又哗啦啦地流 而对面2601的路易 却舍不得洗那边被今夏贴过的脸 第一次离他那么近 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没有浓烈的香水味 是一种很清甜的味道 他的妆容很淡很淡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他脸颊的肌肤很嫩 很软,也很暖 陆心没有和今夏睡一个卧室 今夏睡在主卧 陆心睡次卧,叶阳飞机很累 陆心眼皮直打架 还有重要的事情没做完 他不能睡 使劲揉着眼皮 让自己保持12分的精神转态 他要干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绝对不能让陆毅知道 建了一个微信群 把韩寒、蓝清玄和袁福都 拉进了刚建好的群里 陆心在群里发第一条信息 此群禁止拉陆毅 谁拉谁滚蛋 韩寒、蓝清玄 袁福始终牢记陆心大小姐的身份 没有像韩寒和蓝清玄那样 直接发问号 大小姐 你和陆总吵架了吗 要我过来送你回陆宅吗 袁福并不知道 今夏住陆毅对面 以为陆心住在陆毅的家里 当然 蓝清玄和韩寒也不知道 蓝清玄 你们俩谁赢了 韩寒 同问 陆心没有多余的废话 直接进入重点 发了两张照片到群里来 一张是二十多年前的照片 照片上有一群小格格 是当年幼儿园里的演出剧照 在这一群格格中 有两个男扮女装的格格 其中一人是韩寒 还有一人是蓝清玄 另一张照片是大学期间的圆服 某次喝多了 进了女厕所 被打扫卫生的阿姨 用扫把追着跑 原本准备睡觉的三人 瞬间没了瞌睡 蓝清玄 陆大小姐 搞事情啊你 韩寒感受到了陆心 在威胁他们 说重点 要我们做什么 蓝清玄和韩寒都 后悔死当初年少无知 要是像陆毅一样 死活不愿意穿女装 就没有今天的下场了 圆服恨不得从这世界上消失 这大小姐比陆总更腹黑 大小姐 流条苟命 韩寒 蓝清玄 陆毅 陆心 以及圆服 都是同一所大学的 而且还是同级的 圆服这糗事 他们几人都知道 但没想到 陆心还拍了下来 蓝清玄作为代表 陆大小姐 我们三在你手里 认了 说吧 什么事 上刀山下油锅 我们三多去 陆心也不磨鸡 说出重点 我闺蜜袁金夏 袁医生 是被陆毅做没了的未婚妻 你们三千万 不要瞎撮合 更不可以把我闺蜜的身份 告诉陆毅 你们也要一直当作 不知道袁医生的真实身份 谁若违背 我让她上头条 蓝清玄等三人 盯着手机看傻了 很久 蓝清玄才回了一条信息 陆大小姐 请放心 就算你没有我的把柄 这事我也绝不会说出去 这一期火葬场 谁不想看啊 哈哈 蓝清玄快笑死在了手机屏幕前 万年不孝的韩寒又笑了 同上 拿着陆毅给的工资 圆服不太忍心 但有把柄在陆心手上 也只能妥协了 大小姐 请放心 我一定守口如瓶 作为陆氏集团的秘书长 她也是有很多粉丝的 脸面终究比钱重要 陆心总算是可以安心地睡了 她看得出蓝清玄 今天想撮合陆毅和金夏 金夏现在正是不想 和陆毅接触的时候 越撮合 金夏会离陆毅越远 以上是原因之一 之二是 陆心也想看追七火葬场 谁让陆毅之前做死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